很荣幸啊 今天有这个机会 能跟大家来做一次分享 其实我来这次来做个分享 前面呢 其实有两个月前 我跟瑞查我们就在沟通 其实在前两天 我们还以为一度 已经以为可能是 跟各种原因过不来了 所以说也是历经波折 今天早上也是一早的飞机 然后呢 我也是今天 昨天可能比较激动啊 可能有点感冒 比如刚才上台前 也是吃了五片感冒药 所以说一会儿 如果有什么语无伦次 或者说思维段路的时候 请大家理解 今天呢 我讲其实 我觉得从我们个人来说 如果是从事UX行业的 每一个从业者来说 其实往往在企业里面 刚才讲的 其实我课完讲 其实在里面 原来不是特别受重视的 一些一个群体 而且目前来说 正在越来越受重视 越来越发挥的作用 所以说刚才 道格在讲的酱油 其实我以为他说的是 我们都是打酱油的 我回来原来是我理解错了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从我个人的工作履历来说 其实我们可能不是 就像我们以前跟Richard沟通的 我们不是名门正派出身 当然也不是旁门左道 属于自己呢 根据自己的一些工作感悟 和兴趣爱好 这么多年呢 其实一步一步在 怎么说呢 机缘巧合 加上自己的努力 再往前走 所以说我觉得 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呢 其实我很难去讲 给大家讲 如何从理论上讲 去如何去做你的工作 但是我今天主要的分享呢 主要是其实 给大家讲一些故事 当然了 我们拿出来讲的都是故事 不能讲的都是事故 所以说事故呢 我觉得一会儿可以等 咱们分享的时候 咱们单独再聊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们能拿上台面的故事 去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我这个PPT呢 大约有60页 其实我是 两周的时间 想剪 但是剪完了又加 其实我觉得 因为机会比较难得 所以说我尽量 就是说讲的快一点 然后里面的内容呢 有时候我先 大家起码让大家 有个大体的了解 OK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 就是因为我是 九里年 我是大学专业 是学广告的 因为我从小喜欢美术 那么因为我们 大学广告专业呢 其实是50%的 是侧重于广告策划 营销这方面 50%是广告设计 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我的后期的工作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就是那时候广告企划 其实我觉得 其实就是早期的用户研究 那么就是 对我的后期用户研究的工作 也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我此前呢 包括在不同的部门 包括不同的行业 去做过一些工作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的工作 我刚毕业时间不长的 其实去北京 那时大约是 2000年到2003年左右 那时候北京只有 地铁只有两条线的时候 然后你坐的时候 都有错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 去过北京的人 大家会完全没法想象 因为我本身就是青岛人 其实刚才来的 在基层唱跟司机也了解 我说青岛啤酒 大家都听说过 大家一下就拉心的印象 那么就说 其实我呢 其实从青岛 然后去北京 然后呢 又来到了深圳 其实我前几年 一直也在深圳 我跟瑞莎 就是在深圳认识的 然后呢 其实去年来说呢 我来到了杭州 那么在杭州又待了半年 因为我们的公司研发中心 又搬到了宁波 所以目前我在宁波 我们的吉利汽车研究院 开始工作 所以说可能工作地点 也是比较 比较稍微多一些 其实呢 这个我觉得 这三块呢 可以大体 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我所从事的一些工作 和一些经历 那么首先呢 就是我从事的产业呢 这边可能包括 广告啊 互联网啊 包括做过一段时间的传媒 新媒体 那么包括家电 包括汽车 那么目前来说 其实大家看 其实工作的 其实比较杂一点 那么在专业来说呢 其实我最早是 在做平面设计 大家会广告 VI这方面的 那么后来呢 就是说在2000年 一个很机缘巧合的机会呢 就是说开始从事互联网的设计 包括后期呢 就是做一些相应的交互 包括视觉设计 那么包括用户研究 当然其实在很多的组织里面呢 其实我也做过设计师 我也自己创过业 也自己开过自己的设计工作室 那么也做过产品经理 也做过US团队辅导人 US总监 包括现在在做用户体验的专家 那么 我先介绍 其实我最近三段的工作经历 因为我工作到目前来说 应该有18年的时间了 其实我所待过的公司 一直超过10家 这时候太早了 我就不跟大家介绍了 那么就是说 我最近的三家公司呢 首先是在海信 这我大家要了解一下 刚才 大家其实都一叉在问 大家了解极力汽车没有 其实大家的反馈 超过我的想象 大家听说过海信没有 其实海信 其实目前我最重要的就是说 它也是刚刚宣布了 它赞助了2018年的 这个非法世界杯 也是它的官方的 这个二级供应商 二级赞助商 应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 应该才是中国 来说包括中国 这个是第一家的 家电企业赞助世界杯 那么它一直在做体育营销 包括此前的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 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海信呢 其实它是在国内呢 怎么说呢 它其实在包括在 智能电视领域 都是十几年的 就是排名第一 那么它的整个的 年产销量 都是在1500万台以上 那么在全球的 这个电视领域呢 其实是排在第二位 或者第三位 仅次于三星 有时候要超过LG 那么我此前呢 就是说加入了 海信的团队呢 主要是负责 智能电视的用户体验设计 那么主要呢 当时的时间主要是说 我设计了一套UI系统 当然我们叫海信的 Vision的这个UI系统 那么是国内比较早的 一套智能电视的系统 那个当时大家会看到 其实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当时设计了16个APP 就是电视里面的核心的功能 包括视频播放啊 图片啊 设置啊 包括这个直播电视啊 包括语音助手啊 包括手势识别啊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一个月的时间内呢 其实我白天是跟产品经理 跟功能在开会 然后晚上开始画 交互设计图 那么大约用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人 所以说目前 当时我跟后来 我们的团队人员说 我说你们现在工作的 工作其实是我当时 一个人干的 这个大家会看到 这个是早期的 这个我们的第一代的 这个Vision系统 大家会看到 其实相对而言 是比较low的 这个其实我们当时 也不是很满意 那么也是经过了 我们的迭代以后呢 经过了这个半年的迭代 大家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Vision 1.5的系统 相对而言 我们觉得可能就是 相对比较 仗一板应该有 不大的 不少的一个提高 那么再一个 就是说到了Vision 2.0 做一个大家 做一个系统 系统的一个更新 那么后面呢 我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视频 会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的玩家已经到达了 你就是我的英雄 耶 跟我走 没有别的等候 奴才给晚贵人请安 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要公公这样端着 这是皇上特意词语小主的 小主一看便知 小主您瞧瞧 这座鞋底的菜玉 属蓝田玉的名种 触手温润 但穿着绝不良脚 跟大家说说那个 比较关心的是什么 房子 你们现在杭州的房子不得了 杭州的房子 好像已经比上海贵了 让我们现在 做一个现场测试 你们觉得杭州的房子贵了 我在问 behold my brothers of Ousma Kappa 今天的天气 刘德华的电影 刘德华的电影 是什么 这里是杭州的凉茶 中国好声音 这里是我们的导师 终极考核的 四郎宠欢欢 欢欢都知道 谭老师又再一次的 和大家见面了 自然要开场舞 那个面具后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刚才这段视频呢 也是我们当时团队自己设计师做的 所以大家看的 语音助手的那个小姑娘的语音 还是有比较重的 我们的闪动突音 那么其实呢 大家会看到 其实在一个UI的过程中 你不是只是设计一套UI 那么你还要设计 其实整个的一个 包括你的UI设计的战略 为企业制定这个战略 然后包括怎么去落地 大家会看到 其实从 大家会产生从左边到右边 是我们的不同的 从低端到中端到高端的产品 其实呢 就是说 其实我们就像设计了一套Windows 那么这个Windows 其实也有家庭版 或者说有中级版 有不同的版本 适配不同的硬件配置 不同的产品定位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是在整体的设计过程中 要匹配很多的产品 那么包括 其实当时也是 这也是首创的 因为我们在海信的时候 其实每年呢 全国的营销经理呢 都会到总部开会 开一周的会议 那么在会议上呢 就会宣布 接下来下一产品 下一个阶段 主要的公司主打的产品 然后进行相应的培训 那么包括后期的市场推广的战略 那么这个也是首次 我们在这个培训里面呢 加入了我们的UI的战略 UI的推介 那么就是说 作为UI来说 也可以作为 你在产品宣传中的是一个卖点 这个在当时也是一个 比较一个 前瞻的一个理念 其实很多企业当时 还是在宣准 你的硬件 你的外观 你的做工 那么还有 其实在海信期间呢 其实大家会看到 其实早期只有我一个人 其实后期呢 其实我花了两年的时间 大家也组建了 我们的一支 比较精简的一个专业的团队 当我离开海信的时候 我们当然有20多个人的设计团队 那么而且呢 其实我们海信 当然不单纯有电视 包括手机 包括派的 包括有冰箱和各方面 其实有很多的屏 那么就是说 我们当时也是 由我来主导 就是说 从事了就是我们的 整个的UI的一个统一的工作 大家会看到 其实电视手机 和派的UI 其实大家仔细看 可能会有不同 因为它适合 不同中段的一些操作的属性 和一些用户的习惯 但是说整体上 有一定的统一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的北美市场 也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 其实我们的谷歌TV 也是我们跟谷歌 有一个深度的战略合作 所以说当时也是我们设计了一套 谷歌TV的UI 也是深度定制的 大家做过安卓 或者谷歌开发 大家会知道 其实它是 它那个系统 只是针对手机 它不是针对电视的 所以我们拿来的代码 其实一看 是一个手机的一个原代码 然后我们把它改成 一个电视操作系统 所以我进行了 大量的深度的一些研究 和定制化的一些工作 大家一会儿也有一个demo 会给大家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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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北美市场 主要是美国市场的话 大家看到就是海报 它是没有定制化的 它主要都是用标准的海报 因为当时也是 没有相应的运营资源来说 所以说也是做了一个取舍 包括一些设计上风格 大家会看到 其实在中国去的icon 当时是 风格是稍微偏具象化一点的 就是视觉细节会多一些 那么当然再看 就是在针对于海外区的那块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设计风格 会稍微扁平化一些 包括大家会看到 两个宣传片的风格 包括背景音乐 其实包括节奏 也会有不同的区别 所以说这也是 针对于不同的市场 不同的文化背景 然后做的一些 相应的一些设计的区分 那么其实呢 14年呢 其实我是从海信加入了TCL 大家可能对TCL 有一些了解 因为包括此前 那个Ever 陈青朗 也来参加 咱们大会做过分享 因为我跟Ever 我们是多年的同事 然后我们是一起 共识的很长时间 所以说也是因为他 我加入了TCL 所以说在TCL里面呢 就是说 我们其实大家会看到 在海信的过程中呢 我更多偏重于 还是说 属于设计团队那方面的 就是其实用盐 相对比较少一些 因为当时的行业里面 那几年 其实对于用盐 现在关注会比较少 特别是传统家电企业来说 对用盐来说重视 其实还是不是特别足的 那么后期呢 其实在TCL呢 我们也希望 从我个人角度讲 也是希望 因为我做了十几年的设计 我也希望 把一些用盐的东西呢 也能怎么说呢 也是能去做从事一些 所以说在TCL的 这块的经历呢 我会更多的侧重于 在于用户研究 这部分的一些案例的分享 当然设计也有 但是我不重点去介绍了 大家会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TCL的一个 TV加UI的出版 那么后期有更新的版本 大家会看到 这个就是风格 其实单元化设计风格 就会更偏向于 扁平化一些了 这个也是随着 行业的不同的发展在进步 关于这个UI呢 我就不具体讲了 其实本来也有个视频 但是因为我觉得 时间可能比较长 那么后期我主要是来讲一下 我们在TCL做的一些 跟智能电视相关的 一些用户研究的一些案例 那么首先呢 其实我们当时 在TCL里面的 这个创新中心下面 是用户提言部 那么我们主要在做的 一些相应的工作呢 其实跟常用的用户研究 其实都差不多 主要在做一些 用户洞察 包括一些决策的支持 包括一些推进提升 和一些标准的制定 包括很重要的一些产品评测 包括一些问题的一些梳理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 当时这个用户团队呢 其实是一二年才成立的 其实我去的时候 当时只有四个人 那么后期呢 就是我们发展到九个人 那么慢慢呢 就是说也是 通过几年的工作时间呢 其实也是工作遍布了 海内外二十多个城市 包括美国 法国 德国 东南亚 那些相应的国家 那么也是 我们也一本做了 有五百多位的一个 电视用户的一个访谈 那么当时也收集了 六万多条 有效的用户的数据 这个其实是我们在 在公司里面主要做的 用户洞察的一个部分 首先呢 就是说常用了我们用户库 我们会基本了解 就是我们此前 我们的用户的 购买我们电视的 基本用户的 一些用户的基本的信息 那么包括去研究 他们的一些文化的形态 文化交易背景 行为以及使用习惯 那么包括一些审美体验 这个里面其实主要 包括对内部 外部的一些设计决策 产品决策 包括你的ID外观 包括你产品的 UI用户体验 那么在使用体验上 包括功能和服务的 潜在的一些 核心需求的一些调研 那么还有一些 包括一些具象化的 一些音质画质 跟硬件有关系的 包括附件的一些的 包括用户心理预期的 一些用户的研究 再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购买决策 这个心理的研究 因为大家会知道 这个好产品 不一定能卖的好 其实要很多的 其他的相优元素 包括品牌 营销 宣传 很多时候 大家会看到 其实往往 大家在消费的过程中 其实你在选择 产品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过程 但是你往往 在买这个产品 那一下 其实是一个 感性的一个过程 但是往往 这个感性 其实很多时候 是无法预料的 所以有很多因素 去干扰你 所以说这个 其实也是我们 在后期 做研究过程中 怎么能把好的产品 让用户买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再来 很重要的一个 调研评测 这个也是说 我们首先要 知己知彼 那么首先 包括我们自己的产品 包括竞品的产品 我们怎么去做一些 想用的用户调研 那么首先 在动场阶段 我们会做一些 我们的 智能电视的用户的 一些用户的调研 和动场工作 那么包括 针对重点产品 和应用的一些 用户调研 那么包括一些 创新型的项目 就是说 好比如说 我们未来想做一些 新的一些产品的形态 不同的业态的产品 怎么去做一些 潜在需求的挖掘 那么再一个 就是说规划阶段 其实我们在产品的 规划阶段 其实我们主要提供的支持 其实是在用户需求的梳理 大家用户需求有很多 想要的东西有很多 怎么去合理的分析 那么哪些是重要的 哪些是可以 是作为卖点的 哪些是可以 作为噱头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要有 但是怎样去区分 如果你把噱头 当成了你的核心的卖点 往往有可能就会 买的时候用户很喜欢 但是买回去 用户可能就要骂你 那么这个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一个设计阶段 其实我们也要做一些 包括UI的评审 包括一些视觉的评审 包括组织用户 进行我们对ID外观的 一些测试的评测 那么在开发阶段 我们主要是参与的 阶段性的软件的demo 包括可用性的测试 那么在测试阶段 其实我们主要是做一些 用户体验的评测 包括我们内部用户 包括请到业内的专家 来一起来评测 从不同的维度 来给我们做一个参考的意见 那么包括组织内测 和满意度调研 那么在运营阶段 其实我们主要关注在于 这个中点产品的用户访谈 以及满意度调研 包括一些卖场的洞察 包括我们在做一些 电商平台的一些调研 大家会看到这是一张图 其实我们当时整理的 就是我们在做电视 这方面的评测 标准的一个流程图 这个也是我们当时 自己的总结 包括从用户的开箱 到你的外观工艺 到画质 到系统UI的功能点 包括从好看好用 到多屏互动 到内容资源 你里面有什么视频的内容 包括你的遥控器 它的每一个大类 然后每个大类下面 又书分了很多二级三级 里面的很多的维度 作为我们评测的 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样就是把一个产品 从里到外 非常透彻的 然后做一个完全的评测 那么一方面 就发现我们的自己的 缺点 一方面也能发现 我们自己的优势 其实我们当时 也是建立了用户 大家看到 其实也是走了几个城市 我们又建立了 我们500位以上的一个 重点的用户的 一个调研的 那么我们其实在座的 刚才讲的 其实用户洞察的一部分 首先我们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用户 一部分是洞察 那么用户我们主要在做 包括一些 也分两块 一方面是研究这方面 主要研究 刚才讲的文化形态 文化背景 这些东西是偏人文 人文类的 可能这个是比较虚一点的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用户库的一个建立 那么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说 作为后期 你在有这个库的时候 然后你在做 任何相应的调研里面 都会找到你的目标用户 去做有针对性的调研和访谈 那么在洞察阶段 其实刚才讲了 其实一个是购买决策 使用体验和审美体验 包括UI画质 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我们认为 就是说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用户 一部分是洞察 这两方面 还是要区分开的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主要做的 UI用户满意度 包括专家调研 大家会看到 其实这是我们的 包括新的产品 中间的截图 是我们一些用户 调研报告的局部 那么我们也会针对 我们重点产品的 UI满意度 那么就是说 这个可能刚才 就刚刚道哥讲的 其实我们主要是在于 一些表现层这方面的 包括按钮啊 视觉啊 布局排版 交互动画转场啊 包括你的享用速度啊 各方面的 然后这方面我们也会 因为我们在深圳嘛 其实大家讲深圳 其实设计 设计师的资源 会比较多一些 我们也会请同行业的 包括互联网的 包括请华为的 腾讯的 OPOL的 那么我们的设计同行 来一起来 从他们的角度 来给我们专业的意见 一方面我们也会 从用户的角度意见 然后我们会发现 其实有时候 其实非常有趣的 专家的意见 和用户的意见 有时候是不同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你怎么去平衡 也是需要你 对一个专业的把控 大家会看到 这是我们在 深入用户家里的一些 调研的一些 实际的一些照片 这个时候呢 其实你走到用户家里 你会发现 其实会有很多 不同的发现 因为我们也经常 发现有用户啊 就是说有一次 我们调研了一个用户 就是说他其实 我们当时 发现他有一个 有一个小bug 就是他每次 他的电视 后面的一个开关 每次他一动的开关 这个电视就会蓝屏一下 所以说这个问题 其实在你任何过程中 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 然后我们在调研过程中 就发现了 其实他可能 后期是因为 他家庭装修的 就是他的这个电源的 这个电压的不稳定 会造成电视影响 所以说这些问题 其实如果是说 是我们在测试 包括产品测试之间 都没有发现过的问题 其实我们在调研过程中 其实就调研几个用户 就会发现不同的问题 所以说其实调研了 大家讲 其实不一定 真正有多少用户 但是有多大的量 其实真正你要去做 可能一般的十个 二十个其实完全已经足够 我能发现很多类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 对于争端中端 智能销售 销售中端的体验店的 这方面 因为我们现在在 传统智能家店里面 其实有线上的销售平台 也有线下的体验店 那么就是说 其实TCL也是 想做一些 体验店的不同的尝试 包括像尝试 像Apple Store 这种风格的体验店 那么重要的 在于不在于销售 而是在于去产品 去整个去改善用户的 对于你的产品的 一个体验 那么包括在 终端销售的一些 引导和介绍 那么我们其实也是 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 包括去给他们 去做一些调研 怎么去策划 怎么去引导用户 从你进入的 这个销售中端的 销售店的第一步 开始怎么到 走到最后一步 怎么一步一步的 然后让它吸引 它的一个兴趣 包括它的乐趣 然后怎么去体验 由简单到深入 然后呢 希望最后能达成 一个销售购买的 一个目标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的开箱 其实大家要想 其实包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 拿到的产品 很多时候 其实第一印象 就是我们的包装 所以说在电视的包装 其实它有很多的问题 因为以前相对于 成本原因 其实这个开箱体验 是相对比较差的 而且包装 也不是很精美的 所以说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们里面 包括中间这幅图片 大家会看到 其实在有很多细节的过程 因为电视相对 不像手机或其他的 其实相对重量 还是比较大的 体积会比较大 那么其实在 特别是要是女生来搬的话 其实是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那么就说大家会看到 其实在你的这个 两边的这个开口的 这个怎么去抬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在去调研发现 只有三个指头 可以伸入进去 大家如果体验过的话 大家知道 其实三个指头 其实很难去发上力 很难去抬动了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很多的问题 包括你在开箱了以后 其实大家会看到 其实相对都有一些锚钉 但这个锚钉 其实你在带电视机的过程中 很容易这个锚钉 就会把你的屏幕划伤 而这种问题呢 其实用户有时候 他把这个问题 他不会归结于自己 他只是归不觉得 你的包装不合理 而且往往每年 因为这种的锚钉 这个问题 最后得到了退货 其实我们对的损失 可能只要在几千万以上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所以说这些 其实包装的体验 也是对我们的 很大的研究 包括我们后期 也做了很多的 这个workshop 通道风暴 怎么其实 大家还有从环保的角度讲 其实这个东西是 包装买回在大家扔的一边 其实就不浪费了 其实这个成本呢 也是不小的 所以我们当时 也做了很多的想法 能把这个包装 怎么样再通过 合理的折线 变成折成一些艺术品 包括一些折凳 包括一些小的 就创新的小桌子 让用户不会觉得 这个包装是无用的 但是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年度竞品的 一个体验评测 这个也是我们部门 那个很核心的工作 就是我们每年呢 因为大家电视产品 每年会出的新款很多 我们我以15年为例 我们当时调研了 应该有17台的 就要国内的核心的 这个竞品 那么我们看到 就是说每一个 每一个竞品呢 我们都会刚才那张图里面 沿着那个严格的流程 然后进行评测 然后每个评测完了以后 形成一个单独竞品的 一个报告 然后呢最终我们就把 这17台产品 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 去分析 然后总和整结成一个 年度的一个 整体性的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报告 那么可能是要 在CU层面的去做一个 全公司的高层的 一个宣观和宣讲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们这是 我们的一个 竞品评测的一个过程 其实大家会看到 其实这是我们的 一个竞品评测 这个是当在TCL我们其中 有一半层楼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主要是放了我们所有的 自己的核心的产品 包括竞品的产品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会很方便的 很自如的去做一些评测 包括产品的调研 和一些包括一些 设计上的和产品上的 一些沟通 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也是支持运营这方面的 因为电视 我们现在有一些 游戏方面的内容 就是用户可以通过 智能电视去玩一些 相应的游戏 但是这个游戏 放什么游戏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 应我们的游戏的 运营部门的要求 其实我们也是 帮助他们去做了一个 电视游戏用户的一个调研 那么通过一定的 在线的调研 包括量本的深入访谈 其实我们也发觉了 就是说 到底哪些人群 是目前是在通过 电视玩游戏 因为通过电视玩游戏 和通过手机 和通过PS 和Xbox 它的用户群体 是完全不一样的 用户群体不一样 它玩的时间不一样 那么它玩的游戏的品位 不一样 那么它可能就是说 因为在手机这方面 可能是碎片化的时间 大家在坐地铁 或上下班的过程中 去会玩一些游戏 那这个可能 更强调的是 可能是一些短频快的 那么但是说 在电视这方面的游戏 可能就是说 更多的是偏重于 可能是家庭的 娱乐的 可能是一个轻松的 可能不需要太暴力 太节奏太快的 那么这些 其实很多调研的内容 就是来指导了 我们的运营部门 怎么去推广我们的游戏 引入哪些游戏 跟哪些合作商去谈合作 下面是一个 我们的一个重点产品 叫H880 这是我们一个很高端的 大家看一个 65寸的曲面电视的 一个用户研究的一个工作 那么就是说 我们其实 我以为这个为例 就是说我们每年的 重点产品 我们都会针对于 重点产品做 12个到15个的 全国一般 三到四个城市的 用户的入户的访谈 那么一方面就是说 了解我们的产品的一些 用户的一些反馈 然后再能挖掘出 一些潜在的需求 直到我们下一代产品的 这个设计或者改善 大家会看到 这个大家一般都会比较熟悉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用户体验地图 这个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就是说 我们当时其实也是总结了 有三部分的用户 目前来说 在买电视里面 首先一部分可能就说 属于新婚家庭 就是小两口 那么这个其实是 在中国传统家庭里面 就是说 结婚一定要买一台电视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 一个消费的需求 再一个种呢 就是说 是像我们看到 这个图展示的 就是说属于小康三代之家 那么三代同堂 就是往往呢 是一般是夫妻二人 和自己的父母 包括小孩一起住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说 他们的用户群体 跟刚才讲的又不一样 那么买电视和卖电视 和使用电视人群又不一样 那么你家庭的老年人 和家庭的年轻人 包括小孩 他使用电视 关注的内容又不一样 其实这就带来了很多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会看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买电视的过程中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作为女方 特别是作为妻子一方 她的发言 还是比较重要的 虽然是说丈夫掏钱 但是女方的意见 会很重要 对吧 虽然说虽然丈夫掏钱 但是从丈夫 其实看电视时间非常少 因为大部分时间 都在外面去打拼 那么但是往往时间 其实都是花在 就是年轻的妻子 包括老人在看 包括小孩在看 但是我们的曾经也研究过 这个拿着遥控器 那么都是我们曾经想 那么拿着遥控器 大家是否就说 使它是来一个 包括你看什么内容决策方呢 其实也不一定 往往拿着遥控器的 或者是家里的 或者是丈夫 其实都是听小孩和老人 或者妻子的 他只是去负责播台 对吧 他不是 他说了不算 这下我们就要有一句话 就是这个管家丫头拿钥匙 对吧 他指管家不当家 对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都是 很多的这个场景 在里面你会研究 会发现有不同的乐趣 然后有不同的一些设计 里面可能会有 很多的一些机会点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 从用户开始 去选择一个电视 怎么去选择 为什么有这个需求 然后呢 然后怎么去比较 怎么去了解信息 从哪些渠道 去了解这些信息 去筛选这些信息 然后最终怎么去决策 它是最终通过线上购买 还是通过体验店购买 那么然后他买回来以后 从开箱到安装 到设置到打开 包括连上网络 然后进行使用 那么包括在使用的 场景过程中 从丈夫 妻子到老人 到小孩 他关注的点 又不一样 那么就是说 他的每一个流程里面 我们都会 发现一些相应的问题点 这问题点 其实就是我们的机会点 也是我们潜在的 就是未来的 可能做好的一个竞争点 那么还有 其实在团队过程中 大家会感到就是 我们定期的 其实也会参与 参与国内的一些 相应的一些重要的 一些国际设计的论坛 包括然后让我们的设计师 让我们的用言团队 一起参与 包括回来以后呢 跟在团队里面 去做一分享 而且不单纯是 从我们的用言 UED团队 包括我们的产品经理 包括产品的规划 都会去给他们 做一分享 然后让他们 有一个这个 UX用户 用户体验的 一个意识 和一个思维 来协助更好的 一个户系 这个团结和协作 那包括 其实也是做了 一些行业的分享 其实一方面 是推广自己的团队 一方面推广自己的 公司 一方面也是 跟大家同行 去做一些 相应的一些交流 那么包括在 做一些企业的 一些相应的 一些拜访 其实我们也 当然也是组织了 包括去微软 小米 包括去 在奥地利的 那个Poucher Design 设计中心 也是去传 包括去宝马 那么 包括去包豪斯 设计学院 其实我们也是 走了很多的地方 然后希望能 汲取不同的一些 营养和灵感 包括内部的 我们也做了一些分享 包括脑爆和团队的 一些娱乐的活动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们定期 都会做一些 相应的分享 其实刚才第一个 左边第一个图片 那个设计师 他是因为 他是在日本工作 然后学习 然后后来加入 我们团队以后 我们当时在谈论 日本的一些设计的 一些趋势 包括他的一些包装 包括他的体验 这方面 然后他就现场 然后通过这个 FaceTime 然后和他在 日本的一个学姐 然后我们直接 就现场在沟通 聊一些不同的设计文化 其实给大家 带来的一些 不同的体验 包括我们会 定期组织 包括去桂林 去哪边去游玩 其实去做一些 team building 这方面的工作 包括我们的 包括商务站party 其实我们也有 很多的外籍的工作 外籍的设计师 然后我们一起 其实大家一起 做交换礼物 做一些 这个相应的活动 其实活跃团队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 非常重要的 那么后面 其实我最近的 这段经历 是在吉利汽车 大家会看到 其实吉利汽车 目前是在 全球属于 500强企业之一 那么下属的 我们现在主要的 分四个 四大品牌 首先是吉利汽车 再一个就WOWOW 然后再一个是 就是伦敦 出租车公司 这个也是我们收购的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Link 那么这个其实品牌 也是大家如果 关注最近的 这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其实也是我们 在上海车展 刚刚发布的 也是一个全新的品牌 它的定位 介于吉利汽车 WOWOW中间 那么因为我们 做汽车 跟做其他的 一些相应的 这个智能电视 或其他的智能 中间产品不同 因为同样 做一款智能汽车的工作 它整个产品 研发周期 一般在三年左右 所以说目前来说 其实你三年以内的工作 我都不能讲 所以说其实 所以主要还是分享 前两段工作经历 我希望如果有机会 可能三年以后 能再讲 目前在吉利汽车 我们从事 做了一些工作 但这个可以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吉利 我负责的主要是 大家会看到 其实在于仪表 包括多媒体主机 包括HUD的一个 整体的人机交互 包括视觉HMI 包括用户体验 这方面的相应的工作 这里面大家会了解 汽车的话 智能汽车 现在都加了 是讲下一个风口 很多的应用 很多的趋势 都在这里面 会得到体验 包括自动驾驶 包括AIDAS 包括主动安全 其实汽车里面 是非常非常繁复的 一辆汽车 由三万个零件来组成 它远远超过了 它的复杂程度 远远超过了 包括手机电视这方面 因为我也是 加入这个行业以后 才会了解到 这个确实是非常大 但是很多东西 它是相通的 包括用户体验 包括交互的视觉理念 这个很多是相通的 后呢 其实 我觉得其实 V的靠本次大会的主题 因为邀请我来 我觉得不能光讲 自己的一些东西 那么就是说 关于跨界和转型 我想其实 简单谈起点 自己的一个思考 其实仅作为个人的观点 给大家做这个参考 首先呢 其实你跨界转型之前 我觉得需要先想清楚 三个问题 就像咱们很经典的 哲学的上面的三个问题 就是你是谁 你来自哪 你要去哪 其实我觉得 其实原理都是相通的 其实我觉得 你在任何做很多工作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讲的 包括Dog 包括其实大家很多工作 很多人 同行业的同仁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做过 很多的跨界工作 其实这个跨界 其实转型 其实自从咱们 就是说多少年以来 一直都是在不停的跨界 只是为什么大家 现在在开始强调 这个强调这个概念呢 其实因为是 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 太快了 我们可能一年的发展 抵得上过去100年的发展 所以说转型和跨界的 频率非常高 非常快 所以使我们其实 更多的开始 关注这个话题 那么我觉得 首先你跨界和转型之前 首先你要想清楚 自己是谁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东西说 我的专业是在哪 我的兴趣点是在哪 我的强项是在哪 这个一定要想搞清楚 然后考虑 你为什么去挂界转型 然后就是 我是为了想得到 一份更好的工作 我想得到一个 更高的收入 还是说 我更希望去得到 迎接更大的一个挑战 不同行业的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怎么去做 我这方面是否已经 做好了准备 我在专业知识和领域方面 是否已经有了 相应的储备 可以应对我 去做一些新兴的东西 就大家看了 小米其实最近也很火 其实我当 我当刚在通酒店出来 我就发现 其实我旁边 就是一个小米之家 那么其实小米 其实我们也很早 之前就关注 其实雷军呢 其实他在最早 他其实有一个访谈 其实他从有一句话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是说 小明卖自己试图 给自己冲刷系统 他的意思是说 他每过三个月 他就会给自己 重刷一遍系统 然后把自己 所有以前相应的知识 和经验都抛弃 然后重新开始 我觉得当然 不管是真是假 但是我觉得 起码他农仓 他目前的地位 和这个行业里面的经历来说 他可以说出这句话 我觉得其实 对我们每个人 都是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再一个就是新东方 新东方的余米红 大家可能有一个电影 就是中国合伙人 其实就是以他们的原型为讲的 其实他其实有一句话 就是包括此前 在新东方 也是经历过的一些 包括转型的过程中 他其实也是在内部的一个 高层的一个团队会议上 他也说过这句话 就是说 宁可死在改革的路上 不死在成功的基因里 因为企业到目前来说 其实能发展成功 他自然有他的成功的指导 但是他这个指导 可能是针对于 过去的五年 十年 二十年 但是因为现在的变化 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说这个 就是说你可能需要 不停地去转变 你不要把自己 还停留在过去的 成功的经验里面 那么刚刚讲了 就是说 如何实现自我的跨界转型呢 其实我见了更多的觉得 我是从一个设计师 或一个UX用户 从业者的角度 我觉得企业转型相对比较大 我觉得更多的讲一个跨界 那么我觉得 其实跨界是对个人 对企业是转型 其实意义是一样的 我觉得从个人跨界来说呢 可能 你要跳出 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然后跳出原来的一些 思维的模式 那么大家会 这个是一个图片 大家会看到 中间当天中的原型呢 就是相当于我们每个个体 其实我们每个体呢 其实我们随着你的工作 学习 包括你的生活习惯 其实我们在你的生活 你自己的每个人的周围 其实是有一个圈 是一个隐形的圈 大家会看不到的 这个里面呢 是有收你的经验 知识 思维 习惯 文化 信仰 来决定了一个圈 你每个人其实身边 都有这么一个圈 当任何外面来的 不同的信息 包括不同的一些 相应的一些 信息内容过程 到你的跟前的时候 其实你会 自然而然的 会有一个圈 把它自动去屏蔽掉 就像我们其实 在工作过程中 有些人跟你讲 这个事情 你通过两秒钟 你可能根据你以往的经验 包括你自己的想法 可能就打断 不行了 这个事情不对 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 这个应该怎么来错 其实你很快的 就会做出回答 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 你所有的本能的反应 都是基于你以前 所有的一些积累 但是有可能 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往往 如果我们是这种方式的 情况下 很多信息就会被你这个圈 去自动去屏蔽掉了 因为你还没有进行 深入的思考 根据你的惯性 或你自己的原有的思维 就已经把它挡在了外面了 那么如果说 我们从个人来说 先不要跨出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先去接收 一些外部的一些信息 包括行业的发展 包括一些不同的动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 有一个时间去思考一下 而不要匆忙的去下来结论 但是最终的 最好的一个终极的业态 就是说 你真能跳出这个圈 跳出这个圈 大家会发现 其实不是主动信息 在你去接收 而是你是会主动的去 寻找这样的相对的信息和内容 那么这个 其实对你以后的职业的发展 包括其实从你个人角度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你会可能会得到 一些不同的东西 这个我为什么取一个老罗 大家会看到 其实罗永浩 像锤子手机 大家也会关注的 其实也是比较清楚 其实这是他其中 发布会的一张图 其实他讲了很多 他每次发布会 讲了很多东西 他虽然不是一个设计厨身 但是他讲了很多 专业上的一些相应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 他其实 他也讲了一句话 就专业 其实代表了你的深度 其实我们不管 在怎么转型 怎么跨界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 都是基于我们自己 以前传统的一些 自己所战场的领域 包括用户体验思维 包括设计思维 包括互联网思维 这个是你自己的专业 然后你不管 你是去做用言 还是做交互 做视觉 这方面还是要深耕 去深挖你自己 最强项的那一点 但是你当你在某一个专业 达到临近的高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 更高的一个视野 跳出你自己本专业 也要去了解一下其他的 好比我做过用言 我就回想了解一下 产品规划是怎么来做 那么交互是怎么来走 软件开发是怎么去做 那这个时候 其实你的视野 其实就决定了你的高度 这个时候就是说 因为我们知道 往往你钻到一个区域里面 钻研的越深 往往你会可能 进入一个牛角尖 这个时候你可能很多 其他方面的信息 你就钻不进去了 因为你已经在某些方面 已经限制住 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跳出来 站在一个其他的 更高的一个层面 更高的一个高度 去看待你所有的事情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其实跨界的 不管你怎么跨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 你要去改变什么 你要去做什么 而且重要你要知道 什么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这个你要想清楚 我觉得不管我们是 做什么行业 就像以我来说 我是不管是做广告媒体 还是做互联网 还是做家电 还是做汽车 其实你的设计思维 和用户体验思维 都是帮助你的 那么这个是我 当时拍的一张照片 大家会看到这个是 我们当时是15年 还是14年 我们当时去那个 去德国的 魏玛公和国的前面的 那个鲍豪斯设计学院 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做一个访谈 这个是我当时拍的一个图 中间是我以前 CZL的同事 大家会看到 其实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 其实我对于 鲍豪斯设计学院 印象最深刻 大家会看到就是说 它的这个所有的门牌 包括它的这个提示 它是在门的 这个门框的这个侧面 因为它里面的过道 会非常的窄 非常的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要是站在 一个过道前面 你可能如果大家上传统的 除了是平面的这种来看 你其实是看不到 里面那个房间 是几零几 包括是厕所 还是什么会议室 这个是看不清楚的 所以说他把这个设计 包括放在的侧面 这个其实是在100多年前 他们就开始这么来做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时 是我出动最大的一个 就是说你具备了 这种思维了以后呢 其实不管你是 做一个做建筑 去设计一个内饰 设计一个家庭的环境 还是一个商业环境 还是做一个空间设计 还是做一个视觉设计 做一个网站 还是做一个APP 做一个客户端 其实这个思维 是决定了你的很多东西 把这个思维保持好了 其实你从事任何行业 都可以游人有余 然后从你的专业知识 再结合你的行业知识 就刚刚讲的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他自己的知识 然后这个一结合 你就会很容易的去 找到你自己跨界的 一个成功的一个点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其实US思维 其实是帮你打通认读而漫 你打通认读而漫 你会发现 一切都是在 用户体验思维里面去 你看到任何事情 都是以一个 用户体验的思维去看待 那么当然如何平衡 用户价值与商业价值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 其实在企业里面 大家会讲到 一个企业它最根本的目的 一定要创造商业价值 对吧 所以说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US的希望更多的是 给用户价值 我们曾经讲过 一开玩笑 最好的用户价值 就是免费送给你 对吧 还给你钱 但是往往这个企业 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怎么去平衡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 其实我们当时在企业里面 也考虑说 首先我们要考虑用户价值 包括公司的战略 这个是一定要考虑的 你不能只单纯用户角度讲 包括从商业价值角 所以我们其实US 最重要的是 在这里面去找到 这三者的一个平衡点 怎么去平衡 但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当时 我们在职能电视里面 大家会知道 从运营角度讲 都是开机最好是有广告的 其实从我们的用户 前面角度 我们其实是很反感的 我们知道用户也很反感 开机就要看广告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也是跟商业部门 运营部门去讨论很久 争论了很久 最后我们讲的 目前唯一一个 合适的职能方法 就是说我们出厂的时候 用户是默认看广告的 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个设置 用户可以设置 就是说开机里面 可以把这个广告关闭 这个也是奋斗了很久 才能达成这么一个意志 所以说其实我刚刚讲的 其实在 特别是对大型企业来说 就是说特别是 不是初创新的公司来说 大型企业里面 其实我们讲的创新创新 其实一个人是很难的 一个部门也是很难的 只有流程和制度的创新 才能保证产生创新的产品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转型 其实很重要的一句话 它不是成为别人 而是做更好的自己 这个当时国内360周公一 他曾经讲过 就是说这个猫啊 看着狗也挺好 其实它不知道狗也狗 就烦恼 其实猫也变不成狗 对吧 其实很多事情 我们不管是个人 还是团队 还是一个企业 看到别人好 看到别的企业好 别的行业好 你是否就能去做 对吧 你要想清楚 你是不是就可以做 然后你要想清楚 你自己的核心的价值在哪 其实你做好了 也可以猫也很可以 很快乐 也可能比狗还要快乐 对吧 所以说其实不要去看到一山 还有看到 从自己来说就老是羡慕别人好 还要想想自己 自己能做到的一部分 虽然最终呢 其实我的演讲最终 总是以这幅图片 来作为一个结尾 其实我的英文名也是Steve 然后就是说 其实也是向他表示一个致敬 对我觉得其实这句话 非常经典 State hungry Steve 我觉得其实英文呢 它的核心就非常简洁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国的文化 会更加的博大精深 就是求知若渴 虚怀若骨 我觉得这两句话 其实完美的翻译了 我觉得其实也是最终 这两句话吧 来给大家做一个共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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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